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在喜剧界,有一对绝佳的组合,叫沈腾和玛丽。 在最新一期《王牌对王牌》中,贾玲向沈腾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, 要他在自己和玛丽之间选一个。沈腾二话不说,一把搂过贾玲,喊了一声,玛丽。 这一幕,立马让许多沈腾玛丽的CP粉们原地复活,直接大呼,嗑到了。 为什么要用上复活这个词,来形容两人的CP粉呢? 那是因为沈腾和玛丽,其实已经避嫌很久了。 沈腾和玛丽这对搭档,也算是一起经历过低谷,也一起登上了高峰。 2005年的时候,玛丽还是个小剧场的话剧演员。 沈腾一看到玛丽,就喜欢上这个人了。 也看到了玛丽的光芒,于是把她挖到了开心麻花。 两人的搭档缘分,也是由此开始的。 在还是小透明的日子里,两人的互动有多甜呢? 玛丽发一条感慨孤独的微博。 沈腾马上评论,开门,我来了,一个说回去,给你煲汤。 一个说,老想你了,还有许多,非常甜蜜的互动。 甚至让人恍惚,是爱情吧? 就这样慢慢的。 沈腾马丽,几次同上春晚。 2014年,福布福小平火了。 好见于老太太,沈腾和玛丽的搭档,也开始火了。 第二年,夏洛特,烦恼爆红,沈腾和玛丽名气大涨。 提起其中一个,都会让人联想到另一个,那种默契和感情,不是短时间,就能培养出来的。 两人的CP粉也越来越多,或许至今,都还会有观众认为,沈腾和玛丽,是一对。 不过也就在那时候,两人的关系,陷入鲜血的尴尬。 沈腾有一个,谈了很多年的女友王琪。 2015年,欢乐喜剧人,第一季沈腾团队获奖。 颁奖时主持人,把沈腾的老婆王琪,也请了上来。 玛丽在旁边起碰,让沈腾亲王琪。 这时候王琪,就说出了那句经典的话。 沈腾刚,亲了玛丽,回去得,把嘴洗洗。 当时便引起,好一阵热议。 玛丽,虽说在台上玛丽,立马大笑遮掩了过去。 沈腾也开口,缓和气氛。 不过还是有许多沈马,CP粉疯狂吐槽王琪,各种谩骂不断。 而沈腾玛丽也开始,有了避嫌的意思。 在前几季王牌对王牌中,沈腾和玛丽的避嫌,更是明显。 明明曾经是,绝佳默契的搭档。 沈腾挨个机掌,却跳过了玛丽。 两人的座位,也隔了十万八千里。 要说沈腾和玛丽的避嫌,也不完全是王琪当年,在台上的那句话。 沈腾有老婆自然玛丽会,在男女方面避免误会。 这无可后悔。 两人关系的尴尬,还有2017年的,西红柿首富的换脚通播。 两人的关系,几乎达到了冰点。 西红柿首富,原本叫资本接班人。 原定的女主,是玛丽。 电影筹备期的宣传,玛丽也亲自站台的。 然后电影开机官宣时,女主却变成了,我的少女时代的女主宋云化。 玛丽被换脚一说,沸沸扬扬。 当时玛丽也发了一条,微博疑似回应换脚一事。 经纪人还表示,多冷都不如新冷。 沈腾对于玛丽被换脚一说的解释,是说原定是玛丽。 但写着写着觉得,女主人设不是和玛丽,这才与玛丽商议后换脚的。 那之后,沈腾和玛丽的关系,显然不如以往了。 虽说近两年,逐渐缓和,但在最近一期,王牌中,也是非常明显。 沈腾和贾玲搭档的距离,是这样,和玛丽搭档的距离,却好像得了迎合。 贾玲,还直接一语道破,只是沈腾,因为学玛丽的片段,让CP粉们再次欢呼了起来。 甚至还到,王琪的微博下留言,让他放过,沈腾之类的,着实令人尴尬。 沈腾和玛丽,已经各自有了家庭,就算曾经真的有什么,有达以上的感情,那也都过去了。 沈腾说过,他和玛丽,要么就是,荧幕中的搭档,要么就是,生活中的伴侣。 而事实上,他们都选择了前者,只希望两人在未来,都能越来越好吧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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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